茶道技术创造一千多年来 由于历史的原因 造成了墙内开花 墙外乡的尴尬地位 近三十年来 随着国家综合实力的不断提高 人们对生活质量也在进行着不懈的追求 茶道作为最有品味的一种健康有益的生活方式 受到人们的追捧 为顺应时代潮流 茶道技术规创化建设和传播也势在必行 茶道从技术层面来说 是源于一定的科学医治 从精神层面来讲 是源于中国传统文化 由于茶学界尚未建立科学的茶道体系 即使有些已经构建部分技术标准 人们也是各行其事 没有达到一致的认同 本课程基于这一事实 将科学的操作技术 与和谐的精神理念进行适当的规范 将一例举止与文化修养协调统一 同时对当下流行的各式各样的茶艺茶道 进行有机整合 形成有着宣明传统文化特色的中国茶道 本课程特点 明确了茶道的概念 茶道就是蕴含丰富文化内涵的茶饮技术规范 所谓丰富文化内涵是指不同民族 不同地域不同信仰的和而不同 茶饮技术规范是指茶汤形成前或全过程的条件和技术 不是通常意义的茶叶技术标准 推从和谐之道 倡导以和为精髓 以理为中心 以简为根本的茶道核心理念 严格技术标准 推行从茶园到品饮全过程的质量意识和标准把握 根据茶叶生长 对土壤、温度、湿度、海拔等的要求 择地开闭茶园 根据所制茶品的品质 来选择合适的采摘时间、采摘标准 以及工艺参数和流程 根据茶品的特性 来选择住藏的器皿与方式 根据所泡茶品 选择合理的茶器与气泡方式等等 都说明了最基本的肯定或否定的技术标准 本课程的教学目的旨在让同学们不仅掌握一门品茶技术 也修得一份审美情趣 更是在完美简德之人生 至此 课程学习结束 希望同学们在今后的生活与工作中 做茶道的践行者 传播茶道技术 弘扬茶道精神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